被欧阳娜娜嫌弃的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想死你们了 大家知道我前几期没有来 是因为我知道最后一期 是咱们这个张艺兴 为了准备他这一期 我去搜集资料 搜集他的黑历史 不吃不喝 我都搜集了一个月 都没搜全 你这个黑历史真的 好黑哦 先说我们这个节目很神奇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演员的诞生 这个节目 有很多好的演员 但我们这节目呢 另辟蹊径 把其中最搞笑的都请来了 上次的那个 还好的 这次咱们这个 他已经走十年了 对吧 我听你这个感觉 我感觉赵地儿 他妈呀 她是离家出走的嘛 对吧 就感觉因为赵地儿走的 对不对 就你这个精神状态 感觉赵地儿还不会走 你妈就想走了 大家看这个 欧阳娜娜娜 欧阳娜娜娜娜 其实现在田径美好 一个小姑娘 谁能想到 私下里有爱好 有盘核桃的爱好 还让助理去给自己买核桃 对吧 你费那个劲干什么 对吧 你就盘自己的大提琴不完了 就 就盘 天天你就抱着盘 爸妈看见 还特别欣慰 咱家闺女多是爱音乐 说起欧阳娜娜娜 确实是她大提琴 拉得非常的好 说起大提琴呢 周杰伦也喜欢大提琴 周杰伦很多歌词里面 怎么提起周杰伦了 咱们接着说欧阳娜娜娜 欧阳娜娜娜 往这一坐 像个小公主一样 对不对 天真无邪的 说起小公主 周杰伦也是个小公主 对吧 周杰伦 怎么又说起周杰伦 那咱们说一说周杰伦 说起周杰伦呢 不得不提一下 方文山老师 对吧 其实也不是不得不提 这不来了吗 对吧 大家都知道我呢 确实是特别喜欢周杰伦 天天跟节目组说 求求你们 能不能请周杰伦 请一次 对吧 节目组呢 请了吴宗宪 请了侯佩岑 甚至连周杰都请过 就是请不到周杰伦 前两年还跟我说呢 吃饭 你们最后一期满足你的愿望 你们猜我请了谁 周杰伦来了是吧 方文山 你请方文山干什么 对吧 你把他那歌词打印下来 放在那儿不一样吗 导演组 导演组安慰我 说吃得你别生气 见字如面 我今天我是见了面 还不是见字 你哪怕你那摆个青花词呢 对不对 一看我想起来 天青色等烟雨 方文山 我就想拿双击棍 对不对 方文山老师 但不得不说 确实写字型的很优美 对吧 里头很多 很好的意象 去表达这个感情 他听说在拍这个烟花易冷 这个MV的时候 为了还原歌词中的一些印象 比如说小桥啊 流水啊 什么这些场景 花了好几百万去拍这个MV 方文山老师 你不知道现在科技发展的 可以抠图吗 就是做一些特效什么的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你周围问一问 有人知道 抠得挺好的 接下来 接下来 玉琳哥 玉琳哥 玉琳哥呢 有一次在一档节目里 接受智力测试 被测出来是轻度智力障碍 我觉得都是节目恶搞 对不对 不可信 玉琳哥怎么可能是 轻度智力障碍呢 对吧 他来就是轻度的智力 玉琳哥总给一种 天天瞎扯的感觉 江湖片的 但如果你看他节目 看得多的话 其实你就够了解他的话 你就能判断出 玉琳哥哪句话是在鬼扯 哪句话不是在鬼扯 你通过微表情 只要他 一开口说话就是在鬼扯 接下来 说静哥 静哥 静哥我们见过 真的是不敢吐槽 很厉害 曾经在美国 freestyle battle 连续七周对吧 连续七周的冠军 我在想 连续七周都在这 battle 你不工作吗 你是不是把年终奖放在了 值得信赖的理财APP 录金所 选择录金所 年终更红火 接下来说张艺兴 张艺兴 大家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演员 和嘉宾的段都很奇怪 所有自己的关于张艺兴的段 都不是自己写 我们都是给对方写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我的微博呢 叫池子池子大池子 他的微博呢 叫努力努力再努力 就很多人说 我俩是一个公司的 就很多人骂我的时候 就带上他 我很过意不去 我就很生气 但是过了几天 我发现很多人 骂他的时候带上我 很开心 我甚至 我跟你讲 今天我是不会去澄清这件事情 我回去 我甚至要在后面 加一个X 很多人 很多人说 请你多关注张艺兴的作品 我去关注了 拍这个联系剧 电视剧 抠图 其实今天我在后台 我看见张艺兴 我都不敢相信 真的 我真的以为他没来 我以为是抠图呢 我还特地抠了抠他 真人 都抠流血了 没有抠流血 没有抠流血 上节目之前 有粉丝还给我发私信 说你能不能对我家宝贝好一点 不要欺负我家宝贝 都不用提名字 我都知道是谁的粉丝 对不对 那不可能是玉琳哥的粉丝吧 你看见玉琳这样的宝贝 你不想欺负他吗 我都想弹射他 但是啊 但是不但有一星的粉丝 给我发私信 让我不要吐槽他 不要欺负他 也有黑粉给我发私信 说你用拓门给我淹死他 你说我听谁的 对不对 我谁也不能听 对不对 我也不能捏到事实去 冤枉他 当然我也不能对他的缺点 视而不见 即便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让飞飞看一下你的人气 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我们做大会又回来了啊 很开心 但是很遗憾的是 张老师也跟着回来了 哎呀张老师啊 是个狠人啊 我们这次录节目啊 都没叫他 自己来了 硬来 对吧 我们就问他 我们也没告诉你时间地点 你怎么来的 很兴奋 我抢票了 狠人 太狠了 虽然大家不想看他啊 但是张老师现在很努力啊 努力积极地在健身什么的 有一次啊 还让我非得去健身房 看他健身 我小时候呢 听我妈说过一句话呀 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但是从来没人给我表演过 那天啊 张老师说 吃的 这一百公斤的 我给你举这怎么样 我说您厉害呀 然后举啊 吃的 帮我把那轮椅给我推过来 很厉害很厉害的健身啊 现场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啊 好朋友啊 飞飞啊 飞飞是个正经的音乐人 正经的音乐人啊 有没有人听过 飞飞的那个说唱 有没有 这么多人听过啊 在这里我向大家道歉啊 道歉 真的是不好听啊 大家知道飞飞呢 飞飞跟狗哥都是 同样都是年近半百的人啊 但是狗哥那个精神状态 就不一样对吧 真正玩说唱 那个精神头不一样 对吧 狗哥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狗哥啊 别人玩音乐 那是费嗓子 狗哥玩说唱 费膝盖啊 差不多先生 那个厉麦 厉麦都没法唱 差不多先生 膝盖特别好啊 膝盖特别好 都说 大家都说狗哥是 特别real啊 特别real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也就那样啊 就那样 你real 你能跟那个新生代老婆 录那么长时间节目吗 对吧 对吧 狗哥 你也不要生气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的是peace 你这样没有意思 你是不是更生气了 其实那个节目啊 那节目对吧 我觉得就是录时间太长了 狗哥也没有发火呢 要我 你看 为什么人邀请我 我就不去 我没有作品 对不对 但是人家非非 非非有作品 为什么非非不去 没有邀请他 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我在我们 就平时朋友里面 算长得比较黑的啊 大家都管我叫黑人什么的啊 但是今天我来到现场 看了菊姐 真的 我就是个faker 我在菊姐面前 我就是黄种人 好不好 啥也别说了 我就是龙的传人 他说咱们的余老板啊 余老板是老生 京剧的老生啊 唱戏 戏唱得非常好 所以在生活中 有一些职业的习惯啊 我们跟他对稿子就很费劲 他稿子第一句话是 大家好 我是王沛鱼 他光大家两个字 就说了十分钟 大 这刚才是大字 子 对不对 我感觉这京剧 我掌握住诀窍啊 这京剧的诀窍啊 就是念拼音 就是念就完了 真的真的 那个稿子呀 就照这么念下去 等他念完 大家好 我是王沛鱼 大家已经忘了 他叫王沛鱼了 对不对 其实他念稿子也还好 我就是怕他 那个笑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老生啊 在台下笑起来 是呜呜呜呜 我都怕把嘉宾吓着 你知道吗 但是人家余老板 确实是有实力 有实力 人家都说余老板啊 是小孟小东 我觉得余老板 特别厉害啊 因为我虽然不懂京剧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 那个小孟小东 两个人到底是谁啊 但是你说一个人 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能像小孟小东两个人 不一般啊 肯定不一般啊 对不对 接下来说我们的 陶哲大哥啊 陶哲大哥 陶哲大哥在乐坛 什么地位呢 就这么跟你说吧 当时我们小学啊 全校分成两个帮派 一个帮派喜欢王丽红 一个帮派喜欢陶哲 打得不可开交 对不对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对吧 因为我在开玩笑 一个帮派是王丽红 一个帮派是周杰伦 实在对不起 真的是没有你 你不要生气 因为我们要的是 peace 其实陶哲的歌曲 相信大家都听过 我也听过 里面的 我觉得就是 你声词太多了 对吧 这太多了 对吧 横横唧唧的 对吧 你就是不好意思 当别人面唱出来 对不对 你看丽红的歌词 就很干脆 对吧 那AI什么的 那干脆就疯了 对不对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确实听丽红唱歌 我觉得唱歌很洋气 很洋气 那个音韵律不一样 我在想为什么呢 后来知道 他就是中文说不好 中文说不好 有口音 大家可能从他歌曲 找出他学中文的 一个轨迹 从三字经开始 十二声宵什么的 十八般舞异 对吧 有的歌词也很生硬 对吧 我已经无能为力 无法抗拒 无路可退 这一看 就是照诚语字典写的呀 对不对 我觉得你有点 无力取闹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丽红在自己 33岁生日的时候啊 说给自己 买一个好的礼物 花了一万两千块 给自己买了辆车 花一万两千块 买了辆车啊 然后夏天买的嘛 夏天买的 车里很热啊 开冷风 这也不管用 特别热啊 就这么开了一个月啊 直到有一次下雨 才发现 没有钱挡风剥离 对 我说 你这个李红 你这买车 你想买靠谱的车啊 你去瓜子 二手车直卖网啊 对不对 防疫领军者 哎呀 这个广告 没想到能用到 李红身上 然后李红这个人 大家知道的 很正能量啊 特别正啊 擦椅子啊 什么什么 据说有一次啊 在鸟巢演唱会 他亲吻了鸟巢的 每一块地板 很吓人啊 当初那个场馆呢 就是知道 他有这个习惯 都没敢盖天花板 我就怕你亲完地板说 哇 还有天花板 扶我上去 曾经啊 这个李红的女友啊 让她在音乐 和爱情之间 做出选择 李红就说 爱你就像爱音乐一样 你就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女朋友就问 我是你的什么歌 我唱给你听 自书丑 然后就分手了 就分手了 分手之后呢 就奋发图枪 又写了一首歌 叫需要人陪 我已经无能为力 无法抗拒 无路可退 为什么无路可退呢 他那辆车没有到挡 这大家伙吃的 掌声有景 吃的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好 我们这节目第三季了呀 很不容易呀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请嘉宾很难呀 因为所有人时间得碰到一块 才能请录一期节目嘛 对吧 其实懂得需要好的运气 才能敲到好的嘉宾 但是我们今天呢 把好运气请来了 但是好运气的不是好嘉宾呀 但是今天有好的嘉宾 李克勤大哥 真的很厉害 很择尊敬 刚才李克勤大哥上场的时候 一回头鞠躬 我都想跪一下 太吓人了 李克勤大哥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谭永林 很喜欢特别崇拜谭永林大哥 据说第一次见谭永林的时候 是在一个健身房 他见到之后很紧张 很慌张 不知道干什么 谭永林骑车 他就骑车 谭永林跑步 他就跑步 谭永林洗澡 他就洗澡 谭永林说 这个先生 你是怎么回事 我很崇拜你 我很喜欢你的歌 你喜欢我的歌可以 你去隔壁洗澡可不可以 台上还有一位音乐人 金城志老师 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呢 看过张老师一些其他的节目 很讨厌张老师 但是大家仔细看他现在的发型 他的衣着 我觉得你是有点崇拜张老师 对吧 你那样跟张老师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金老师 你得做出一些改变 你要再不改变 你以后就是他那样 那我现在就开始健身 那就危险了 你知道这个面向腿不好 小心 大家其实别看他现在 那个金城志老师 道貌岸然的 其实呢 他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正义的小伙子 很正义 有一次看自己的同学 被十几个人围殴啊 拿着根棍子就冲上去了 他进去之后 棍子就被夺走了 被打的呀 当时他就下定决心 我以后不要被人用棍子指指点点 我要用棍子指别人 果然当了指挥家 这么厉害 当了指挥家 指挥家有一个小棍子 知道吧 在衣服里塞着 你拿出来那种小棍子 有一次啊 他这演出之前 指挥棒找不着了 哪家找呀 就是找不着 这时候他突然 看到餐桌上有一包挂面 偷了一根就走了 效果还不错 就不能使劲甩 还怕断了 你当时就不能拿一包吗 对不对 甩断一根再掏一根 今天我们和好朋友姜思达也来了 姜思达呢 他跟李诞关系特别好 俩人不知道是谁学的谁啊 天天说要暴露自己 在微博上要暴露自己 上节目要暴露自己 我觉得你啊 有时候就是太暴露了 难受了 但是今天就还好 今天很好 之前呢 我说他穿的衣服像QQ秀 大家看今天就很不一样 对不对 你这QB没钱了 还是怎么回事 对吧 你从齐八说出来 你红钻都冲不起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接下来啊 Sani Sani 他其实呢是泰国人嘛 但是中文很好啊 但是我特地呢 学了几句泰语来给你打招呼啊 你听一下 学得不太好 Sani 很开心你来到统曹大会 你开不开心 刚学的 刚学的不是很好啊 我觉得Sani这英文名字很奇怪啊 要不你就叫Sani 阳光的意思多好 这叫Sani 你知道这个输入法 有个智能纠错功能吗 我打这个Sani 他就问 你找的是不是Sani 我不是 我就找Sani Sani 你一个人能Sani 很奇怪 那是荷兰名字啊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每次土曜大会呢 都会请一些主咖 在一些领域 都有些建树啊 有是搞音乐的啊 有是搞电影的 今天这位是搞水产的啊 吉理杨超越啊 吉理 我觉得你们啊 也不要天天怪杨超越 唱得不好啊 跳得不好啊 他是条锦理啊 对不对 他是条鱼啊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啊 他肯定跳不好啊 对不对 他学舞蹈的时候 就学不好 老师说 咱们这个 这小节啊 有八个动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位就问 老师 第一个是什么来的 老师就跟他讲嘛 第一个动作啊 是这样 这样 记住了吗 哦 老师 后边七个是什么来的 老师讲嘛 后边七个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 老师 你是谁来的 当然杨超越来了呢 我们很开心 很开心 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很喜欢他 有的人呢 就找他合影啊 有的人找他握手 有的人给他上炷香什么的 真的很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 你们要想获得好运啊 对不对 他是锦礼啊 你们得放声啊 我昨天就带他去河边去散步啊 我站在不注意 我就放声了 我给他 但是没想到 一套锦礼不会游泳 为他救上来 救上来 你推我干什么 我说 我这不是想他放声 求好运吗 是不是 你谁来的 杨超越唱歌啊 走音什么的 我就去网络评论 我真的我去评论了 我唱歌真不好听啊 他的粉丝就反击 疯狂反击 说你怎么不去喜欢韩红呢 当时我就崩溃了 我说 对啊 我为什么不喜欢韩红呢 我为什么不喜欢韩红呢 等会儿 我喜欢韩红啊 我今天就把话放着 韩红我喜欢你 然后你唱歌真不好听 这下粉丝不会骂我了啊 大家都说啊 杨超越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但是我觉得 只要他自己努力嘛 努力他其实也不能怪他 毕竟是别人把他选上去的 对不对 他起码很真实啊 承认自己有时候唱不好 还哭什么的 不像有些人在台上假唱 假吹什么的 这都不好啊 我觉得你啊 就坚持做自己 很真实就好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不够丰满的 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今天很开心啊 来到土豆大会啊 因为很开心见到了碧干老师啊 第一次见他啊 长得像树栏一样啊 特别有意思 特别喜欢碧干老师啊 我还是喜欢他的路边野餐 我记得我看路边野餐是在飞机上看的 真的我听说评价不错嘛 我说正好有 我就打开好好看一下 一打开 哇塞 就没睡得这么好过 最后那飞机啊 迫降在海上我都没醒 空姐还叫我呢 先生先生上船了 上船了 这不是飞机吗 怎么会让我握着电影的魅力吗 然后大家可能知道 碧干呢 他喜欢写诗啊 最开始呢 确实是在QQ空间啊 写一些自己的感想 你那哪叫写诗啊 对吧 你那叫说说 对不对 说熟啊 黄段贵族啊 就是呢 他是在上面发诗呢 发着发着 后来就不发了 因为他说 别人都看不懂自己的诗 他在QQ空间的最后一条说说就是 空间不值得 好诗 好诗 接下来说一说黄胜仪啊 黄胜仪呢 在野员男生里面 确实是演技炸裂啊 像这棒棒糖一样炸裂啊 就是要不人家是喜记演员呢 对吧 那段视频啊 10分钟 我笑了半个多小时 为什么呢 我看了三遍 那你停不下来 对吧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完他在这儿 你看完我都 哎呀呀呀呀 很开心啊 看着都开心啊 就是感染力啊 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当初呢 功夫就演得那么好呢 后来就演不好了呢 我想到了 功夫里面演的 确实是一个哑你啊 不说话 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还好啊 学过舞蹈 身材啊身形比较好 如果你啊 动作也不协调 周星师很可能要求 你演一个植物人 你坐在那也不用动 你不用说话 坐在轮椅上 演一个被如来生长 打过的人 肥猫小时候啊 说起肥猫了 肥猫小时候 确实生活在一个 在天台上搭的木条 搭的一个木房子里面 房子太小了 没地方住 爸爸妈妈呢 每次刮台风就担心 他怕被台风给刮走 每次都担心 就是不加固 老婆 今天台风这么大 儿子不会被台风给刮走吧 老公我也担心啊 不要担心了 睡吧 接下来啊 王晶大哥 王晶大哥呢 确实参与过 四百部电影的制作啊 他的理论是什么 电影呢 赚钱最重要 得不得奖 没有关系 B干导演呢 就不一样了 是电影得奖最重要 赚不赚钱没关系 黄胜意呢 又不一样 电影啊 没关系 黄晶大哥呢 拉着很多天王级别的人 拍烂片啊 就比如说华仔 我在想啊 你怎么一次又一次的 把华仔骗过去呢 对不对 你就打电话 华仔呀 哎呀 这个电影是个好电影啊 你来拍啊 拍完是个烂片 第二次 华仔呀 这是个烂片 带你客串一下就好了 简称主角 又是个烂片 第三次 华仔呀 华仔说 你别说了 当初呢 是我没得选 现在我只想拍好电影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王级大哥还喜欢养马 养了很多马 他都把自己的电影名字呢 骑给这个马 有的叫赌神 有的叫九品芝麻关 还有一匹马叫澳门风云 前两年自己撞死了 很多人呢 说他是烂片之王 但是我觉得 其实好电影也很多嘛 就像前面说的 他就像一杯水 你往里滴一滴沫呢 很可能就浑浊了 对不对 但是王级大哥还不太一样 他是一杯沫 他在往里滴水 滴一滴水 没什么变化 再滴一滴水 还没什么变化 算 倒沫吧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让我们掌声有请 大眼睛的池子 好好走过 闻一闻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很开心 今天我们好朋友 Rock也来到了现场 大家知道Rock跟张绍刚老师 两个人是断腿兄弟 两个人特别有意思 那个腿啊 张绍刚舌完Rock舌 Rock舌完张绍刚舌 两个人能凑齐三条好腿 就不容易了 我觉得你们这天跟腿过不去 你们想不要这腿的话 你们捐出去好不好 对不对 你们不要有人要 张老师其实今天的 腿脚也不太好 还没有恢复得完全 但是非得来 拽着人就说 我必须要去 侯佩岑是我梦中情人 不需要去 江振宇老师您分析一下 现在侯佩岑这个微表情 里面有没有脏话 有的话呢 你也别说出来 你用微表情 再传达给张绍刚老师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他真的在说 其实我觉得微表情嘛 对吧 不就那 都能看出来对吧 还好人当门科学去研究 真是说出来也信 接下来说那个猪小天 猪大哥啊 就是我觉得 你们 你们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 其实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 年轻的时候参加啊 西班牙的世界太极锦标赛 获得金牌 08年在全美武术锦标赛啊 太极拳也获得金牌 你们听听 这是人干的事吗 对吧 你老去美国 西班牙打太极 欺负人外国有人干什么 对不对 你当时是不是报名的时候就赢了 对吧 人家报名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Tom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oy What's your name 我是猪小天 我把金牌给你 明年不要来了 很过分 对不对啊 但其实猪小天 你们不知道啊 他唱歌也很厉害 他是华人首位 连续四年 在日本办歌人演唱会的歌手 你们听听 是人干的事吗 在日本办演唱会 但其实观众很喜欢 喊得声音很大 他也听不懂嘛 喊 第二年还去 第三年还去 第四年呢 观众为了表达对他这个感情啊 都学会了中文 喊 猪小天 你别来了 很热情 很热情 虽然呢 后来大家只看到他爆火的一个什么场面啊 但是之前呢 确实很辛苦啊 在一个餐馆里面打工 曾经也给罗志祥 端茶送水什么的 但是现在你们再看看 我再看看也是罗志祥比较混 你这不努力 让我转折都转不过来啊 挺尴尬啊 接下来说袁洪 袁洪啊 袁洪他这个据说胡歌啊 胡歌第一次见袁洪的时候 被他的帅气所惊呆了 说袁洪很帅 帅到淳朴的那种帅 我就在想 淳朴的帅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酷毙了呗 酷毙了是什么概念 我就想了想啊 想了想 就是张杰大家知道吧 对 张杰就是酷毙了 对 你不要以为你说说 不来我们节目就很安全 不来我们节目 只能说我们请不起你 不能说什么别的问题 接下来说袁洪 袁洪其实刚上学的时候啊 他其实就是口音很重 胡和猴不分 管胡歌叫猴哥 同学都很害怕 生怕胡歌变身什么的 说起猴哥呢 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猴佩岑 这个转折就很自然 再说乔恩啊 乔恩是性格特别直率的一个人 有一次呢 跟王一博拍戏 聊天嘛 特别爱聊天 拍聊天就说 一博呀 我比你大18岁 我要生了孩子 都你这么大了 你是说一句过去 一博怎么想 一博出戏了 对不对 一博就想 什么 他比我大那么多 他有了儿子 都我这么大 那我是不是他生的 我就是他生的 妈妈 咔 导演就喊咔 一博 他是你妹妹 他不是你妈妈 你想清楚好不好 好好演啊 乔恩你也不要 老占人便宜什么的 然后说什么儿子什么的 其实乔恩呢 跟袁洪是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我觉得啊 你们的关系就那样啊 就那样 袁洪一直说 我碰见好的小伙啊 肯定给你介绍 袁洪大婚那天啊 那伴郎团什么阵容 没告诉乔恩 今天啊 做到大会什么阵容 把乔恩拉来了 李大拉的 照片集团 你也不要难过乔恩 今天你 我觉得你就随便选 我觉得你只要选 谁都跟你走 你不选 我都想跟你走 走不走 有一次啊 乔恩呢 去一个村庄里面 录节目 那个民风很淳朴 去那儿要干三碗酒 他咔就干了 酒量又不好 啪 倒了就睡着了 在猪圈睡了一晚上 我是真没想到啊 这么好的猪 能让这个白菜给拱了 很别致啊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乔恩性格 就是直率嘛 喜欢说话呀什么的 其实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对不对 我觉得你当一个 这么好的白菜 偶尔拱一拱猪 没什么的嘛 对吧 挺好的 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池子 你好 我是池子 很开心啊 今天我们台上呢 都是一些体育健将 对不对 有退役的 还有现役的 他们呢 有一些职业病啊 他上台之前啊 说脱口秀之前啊 但是热身 你说潘晓婷还好 就活动一下 手腕脚腕 李小鹏 开始翻墙 上来 然后张志导呢 也热身啊 又好吗 火家好家伙 都有一些 自己热身的项目啊 这都还好 周世明热身 太可怕了 我站在周世明旁边啊 他就说 来 直打我 我说 大哥别闹 特别危险啊 对吧 我看着他热身 他就嘘嘘嘘 我就开始删稿子 我说这条算了 这条也不说了 这条看情况容易KO啊 咱们先说潘晓婷啊 潘晓婷 他打台球呢 是跟他爸爸分不开的啊 他爸爸第一次看他打台球啊 第一次摸杆 连进好几个啊 他爸觉得 哎 这个有天赋啊 着重培养了一下 我特别羡慕这样的父亲啊 这要是我爸看见 肯定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要打台球 卡卡进好几个 我爸就 呦 你台球打不错呀 你学习学得不好 台球打挺好 你跟我过来 对吧 我过去之后就开始闪躲 对啊 这是跟父亲还是分不开啊 但是潘晓婷啊 虽然打台球 但她是个好女孩啊 接着说咱们李小鹏啊 李小鹏是个体操运动员啊 当初追他老婆的时候呢 丈母娘就问他 小伙子 你这一个月赚多少啊 他就说 阿姨 你没看过我的比赛吗 我想赚多少赚多少 卡卡的 比较不停的 一直赚 身体好啊 身体好 小时候我看这种体操啊 其实是看不太懂啊 我觉得这种运动很危险 很诡异 对不对 这个人啊 就像被车撞了 卡卡就出去了 对不对 我感觉 我感觉最后啊 他们能站在那儿啊 是靠运气 其实你们自己 问问自己 是不是最后站在那儿 自己也很侥幸 对不对 你心里想的是不是 最后卡卡卡卡转 然后啪站住了 我没摔着 没摔着 没事 他们自己也很兴奋 没有摔着 今天呢 很开心啊 很开心见到了张指导 从小听他说球长大的 特别喜欢他的解说 其实在场的比赛啊 张指导都能解说 对不对 比如说拳击 呦 这邹志明挨一拳 这合理 合理啊 台球也能说 呦 这球好球近了 但是体操就不太好说 因为体操刚才说了 很刺激的一个运动 张老师看不了这个呀 张老师 呦呦呦呦呦 我去 这大转弯 哎呦我去 哎呦 这年轻人真会玩 很多人 很多人说张指导啊 偏爱可比 偏袒胡人 张指导人家只是解说 对不对 又不是教练什么的 那即便张指导偏爱可比 在赛场上 大声的夸可比 这可比听见了 那能怎么样 可比听不懂啊 对不对 可比这球合理 打得好 可比肯定问号脸呀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张指导曾经是 国家队的篮球队员啊 曾经呢 他也是很厉害啊 曾经有一次扣篮的时候啊 扣完了 特别兴奋啊 就抓上去了 这个故事呢 被别人传传传 传到最后呢 传成什么 传成别人说啊 他抓上篮筐去 往篮筐里吐弹 你们怎么想的 对不对 都瞎喘 都造谣 对不对 他 你们当张指导傻吗 那篮筐是空的 对不对 他兔弹不兔自己身上了吗 他是想看看里边 到底是谁 也不让自己进球的 张指导张指导啊 篮球运动员啊 篮球运动员 他现在很高啊 身体很好啊 但是现在呢 他很难跟同龄的 老年人相处 对不对 你说北京 北京老头 他都去撞树 张指导身体那么好 撞树好几颗 对吧 而且跟人家 跳个广场舞 对吧 跳广场舞 张指导有职业习惯 开始晃着 晃到好几个老太太 对吧 就只能玩 今天啊 我们的嘉宾呢 都是你看 都是体育明星啊 那有一个人很突兀 对不对 陈一如 其实我们确实也没有请他 主动打电话来的 主动打电话 喂 您是 我陈一如啊 我陈一如 陈一如是 乌尊你们知道吧 汪东城你们认识吧 杨雅伦总该知道了吧 我陈一如啊 哦 你是他们经纪人是吧 不是 我是飞伦海那第四个队员 你第四个 也好意思打电话啊 其实啊 如果啊 我飞伦海啊 是个篮球队的话呢 陈一如 我就在队里负责防守 对不对 你看啊 不仅你要防对手 那时候也要防队友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队友就对你下手了 很危险 接下来说咱们主咖 周世明 周世明呢 你们可能不知道的 开发了刚才说的 海盗式打法 刚才我一听这名字 我觉得 哎 海盗式打法什么意思 是不是嘎嘎嘎 打一顿啊 你回家一摸兜 手机丢了 后来发现不是那样的 海盗式打法是什么 你就趁着不住一咖 打一拳就跑 打一拳就跑啊 你这也不是海盗式打法 你这就是茄儿啊 这是张老师说的 张老师老师 周世明 周世明每次比赛啊 每次比赛呢 老婆都盛装出席 坐在下面 观战啊 周世明呢 每次打比赛啊 打得快没有力气了 看眼台下 就来气 怎么又买包啊 什么衣服呀这是 我天然后呢 他老婆每一回合 就换一件衣服 我越大越来劲 对面都懵了说 我天这小伙子 越大越来劲啊 然后 然后我觉得周世明呢 你看确实是一个 专业的运动员 心态特别好 说到现在都没有动手 我谢谢大家 同时最谢谢周世明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九五后的脱口秀演员 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开了那本营开播的时候呢 我刚两岁 当时特别喜欢乡姐 后来主持人换了 我把他家电视都砸了 今天呢 我也不让你陪我电视 我就问你 能不能把talking给我 大家好 我是池子 非常开心来吐头大会啊 首先大家看我们的主持人 就特别厉害 对不对 张少刚 后排观众先把棍子放下啊 对 你们可能有的人很生气 但有的人还不认识 你们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 我在网上搜张少刚三个字 相关链接都是什么 张少刚被打视频激进 张少刚被打视频回顾 我觉得一个主持人啊 做到这个份上 一年出一个被打视频激进 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张少刚老师呢 一直在求职节目上 把那个求职者赶下台 对吧 厌恶所有的求职者 我觉得大家也理解他嘛 对不对 因为他如果把所有求职者赶下去呢 他可能就会找到一个工作 刚才我的后台啊 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画面 韩乔生老师 在跟张少刚老师探讨主持技巧 两个人在互相学习 你说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好学习呢 我觉得韩乔生老师 如果学完张少刚老师 那解说成什么样 对吧 现在七号队员上来 七号队员上来 七号队员一上来 我就特别讨厌他 好 韩乔生老师呢 是中国解说界的老人 注意我的措辞 中国解说界的老人 这里面有个重点 重点就是他是个老人 不可能 不能够 对不对 他老到什么程度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他刚开始解说足球的时候 中国足球还叫醋狙呢 韩乔生老师的解说呢 都很厉害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业内称之为意识流 就什么概念呢 就是天赋到了 不管什么比赛都能说 足球 篮球 乒乓球 有一次他的助手 想考验一下他 在他工作的时候呢 把他显示器关了 你们猜怎么着 不耽误他解说 本来今天广告商呢 想让韩乔生老师 念一条广告 很简单 就六个字 Vivo柔光自拍 六个字 对不对 韩乔生老师 Viva柔光自拍 不对 Vivo柔光自拍 Vivo维光自拍 Vivo柔光自拍 Viva了V的自拍 后来呢 广告商呢 多出了一点钱 让我念了 然后陈汉点 汉点哥 以前也见过 汉点哥刚出道的时候呢 不哄骂 但是康永哥就告诉他 年轻人 不要着急 你沉得住气就好 汉点哥这口气一沉 沉了十二年 汉点哥 喘口气吧 再不喘气 你就过去了 当期来了停播之后呢 汉点很久没有上过节目了 就是非要来我们节目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上我们节目 钱很少的 没事没事没事 上我们节目被吐槽 非常的厉害 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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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的形式 我说我们节目什么形式 他说就是作者的形式 李淡 我的朋友 虽然不想这么说 但确实是 我的朋友 他能看出来 就是个作家 是个诗人 对 然后也是个美发爱好者 他的穿衣风格呢 总结来说就是僧女一样 有一天跟他一块走路 碰见一个书店 说迟顿信不信 这里边有我的书 我说一个机场书店 有你的书 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就去问吧 我说这儿有李淡的书吗 有有有 有的是 上次进货进错了 全是他的书 这样买一本李淡 送三本张少刚 我说 有个老板说嘛 真的真的不用 再加五本黄紫胶 我说不要 真的不要 再加五本男人装 我说多少钱 然后大家知道您静 静姐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其实演技特别惊艳 大家都形容她是 巩俐的接班人 对不对 然后出道以来 现在已经三十年了 天天等巩俐下班 什么我没听到 可是造化弄人 巩俐刚下班 张子怡上班 然后是黄紫胶老师 紫胶对她工作特别认真 她曾经说过 自己每次录制完 都会反思自己的错误 做记录 大家知道 不是所有主持人 都能像她这样的 每次录制都有错误 黄紫胶老师 因为主持事业 特别不顺利 曾经有一段时间 出了十五本书 其实她就想让大家 证明一下自己 对不对 你们看完我的书 就知道 我主持还不错 然后是李湘 湘姐 网上走很多网友 说湘姐一个人就这样 冲起了这个家 湘姐回家呢 也很郁闷 就跟老公商量 老公啊 对吧 你看我也过气了 你也不赚钱 那咱俩不能指着 安着了赚钱吧 俩人一拍即合 湘姐的主持风格 大家有多知道啊 特别爱插话 李湘跟张绍刚老师 如果主持一档节目的话 李湘一插话 张绍刚就想打断 张绍刚一打断 李湘就想插话 李湘一插话 张绍刚就想打断 你们知道什么是 涌动机吗 说了这么多呢 最后我想 想感谢湘姐啊 我虽然没有机会 看她的节目 但是我还想说那句话 我妈是看你节目 长大的 真的啊 可以这么说 我妈喜欢你节目 喜欢到什么程度 她看你的节目啊 都会忘了打我 真的 我觉得你就是我童谈的守护神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来吧 池子 让周伟涛认识一下 能生出猴子的你 有请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我觉得曹云津老师跟我特别像 两个人都是暴躁 在生活中呢 曹云津老师比我暴躁 但在舞台上可不定 大家好 我是池子 首先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张上刚老师 非常感谢他已经下去了 因为如果他也不下去的话 没人敢上了 我跟你讲 很多人都误解张上刚老师 说他是个情伤很低的人 希望呢 大家看完我们节目之后呢 对张上刚老师那些误会 那些偏见呢 就是能再加深一点 就兑现你们在网上那些诺言 就不要让他再出现在 在下一期节目里了 好不好 然后是我们的沙宝亮老师 宝哥 宝哥有一首歌曲叫《暗香》 暗香呢 飘了有三十多年了 我觉得这首歌呢 不应该叫暗香 应该叫味太大 宝哥还有一首歌曲 叫《男人好男》 歌词是这么写的 白天男子汉 晚上汉子男 我对你们这首歌呢 就有一句评价 你的歌声里 有你的故事 宝哥呢 有自己的马场 他有自己的马场呢 也不是为了说炫富啊 或什么真的爱骑马 是因为他以前是练杂技的 有很多职业习惯改不掉 就比如说他骑摩托车呢 在高速上总站起来 非常危险 只能骑马 本来伟童啊 去参加跳水节目呢 去显示自己的身材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宝哥也去参加这种跳水节目 而且关键问题 你们知道吗 他穿的秋衣秋裤 果都特别严实 就去跳水 关键问题是 他的跳水的技术 还真的不错 还练过杂技嘛 有基本功 技术特别标准 我觉得宝哥 你选错路了 我觉得你要当一个 奥运选手的话 早就红了 你想啊 对吧 你要当奥运选手 能拿到金牌 然后你下来 进入娱乐圈 人还发现 你还会唱暗箱 然后接下来是 曲莹阿姨 曲莹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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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由于我家 实在是没有你的挂力 我确实是在网上查的 你的资料 图片什么的 我就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爸看见了 说池子 少看这种东西 我说我工作呢 爸 对吧 你别闹工作呢 我爸说拉倒吧 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是周杰老师 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又来我们节目 上次参加完吐槽大会 节目效果其实非常的好 大家对他印象 也有很多好转 但是我们跟他呢 都不太开心 我们不太开心呢 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大家 对他印象有好转 他不开心呢 是因为不开心 没有吻戏 周杰老师前一段时间呢 去参加一些相声的 一些节目 然后曹云金老师呢 相声说不下去 来吐槽大会了 今天在这儿呢 相见就是缘分 这一次的主咖 是曹云金 金的 你看上一次主咖是周杰 他都不敢坐那儿了 你还往那儿坐 对 周杰老师上我们节目呢 是想火啊 但是你为什么上我们节目 你在微博上写作文 也能火你不知道 坏不坏了 金的前一段时间呢 被收了名字啊 很难过 但没关系 他收你名字 你也收他名字 对不对 你把郭德纲的得子收走 他那名字就剩郭纲了 对吧 念快了就是光 而且大家也知道 他很过分啊 在家谱里边 把他都删了 我觉得你也没有关系 你家谱里也删他 对不对 但是我就比较博爱了 对吧 我打算明天写一本家谱 你俩都有 对不对 咱们平起平坐 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不好 金的呢 现在也有自己的场子了 金的自己的相声的场子 叫听云轩 听云轩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堆人听一听 自己的云字到底去哪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初 那个曹云金的作文里边 有一件故事啊 说的是他在停车场 碰见郭德纲在车上 想上前打招呼 结果关上车门 他就走了 其实这件故事呢 是这样的 当时曹云金看到 郭德纲在车上 说师傅 下来谈谈吧 凭什么 我叫他车 刚才在后台 我们一块聊天嘛 曹云金老师为了 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呢 就给我们看他的演出视频 给我们一堆编剧啊 看演出视频 结果越看越尴尬 那段子全是我们写的 大家都知道 把什么文件啊 东西存到云盘里面 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座位 对不对 但是现在云盘呢 都要收费啊 我们段子手从来不慌张 对吧 因为曹云金老师 就是我们的段子云 有什么段子 对吧 不怕忘 忘了呢 就去他的演出视频里面找 肯定找得到 如果找不到 就去郭德纲的视频里面找 沙宝亮老师 一个歌手 拿过打底节的冠军 曲莹姐姐 一个模特 拿过百变大哈秀的冠军 曹云金老师 一个相声演员 开始倒腾发票了 金子 我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呢 很不容易 现在正是在风头浪尖上 我想用宝哥的一首歌送给你了 那首歌唱得好 在灿烂中死去没有关系 还有下半句 对不对 暗箱残留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欢迎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前两期呢 talking都没有给你了 我这个人无所谓嘛 对不对 我在乎吗 我有的是talking奖杯嘛 来来来 盛阳老师给你三个 对三个拿起来 别客气 给你给你给你全是你的 对吧 你这这这底座拿一下 对 那不太好 来 你也有你也有 来来来来 辛苦辛苦辛苦啊 这talking还谁没有啊 脆不脆 主来啊 今天talking不用给我 真的不用给我 你觉得我说的最好 也不用给我 talking谁没有啊 对不对 哼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今天又看到张少刚老师啊 真的非常开心 对 也不知道怎么了 还在这啊 对 对你们看啊 他已经主持了两期吐槽大会了 现在还在这啊 你们也不要说我们嘉宾的没有血性啊 只能说现在中国医疗技术太先进了 你们看看他 知道哪条是假腿吗 不知道 对不对 都是假的 这几期节目呢 不仅我们嘉宾也很生气啊 广告商也很生气 张少刚老师 站左边挡住了念慈安 站右边挡住了Vivo 你主持功力其实还行 你就是主持面积太大了 这场非常开心啊 也遇到了同样可能缺水的浴池林家老师啊 特别开心啊 我觉得人呢缺水 对吧 你叫你叫什么大海 对吧 你叫小河 对吧 哪怕你叫池子呢 对不对 你非得叫浴池 你搞得这么生活干什么 而且你叫浴池也就算了 对吧 你还是林家的浴池 你知道林家都洗什么嘛 对不对 脏不脏 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好玩 对吧 你叫浴池 那你的爸爸是不是叫浴霸呀 接下来我们看台上最大的那一个啊 也不是什么粗黑 他就是幼缘 我跟你讲 对 真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建国 你们可能不太认识他 他在台下呢 是一个就是负能量小王子 真的特别负能量 天天跟我讲 池子 你看我这么胖 手机还丢了 你说我恨这个世界 我真该死 我就劝他对吧 我说建国 你该死 跟你的手机没有关系 好不好 而且他很暴躁嘛 但他是个东北人 我就理解对吧 你们可能不敢相信啊 台上还要个东北人 刘维 你也是东北人 我就想 这人与人的差距 咋就那么大呢 刘维对吧 你说你是东北人 我觉得他雕都不干 然后刘维 刘维呢 是2005年参加过 那个我行我秀的比赛 获得了全国总冠军 当年的那个选秀比赛呢 还有一个总冠军 是李玉春 哇 太狠了 你当初啊 要去参加快乐女生 对吧 你现在起码 起码会很快乐嘛 你坐下 坐下 亚南姐 特别漂亮啊 本来这期节目呢 其实没有他嘛 因为主卡是王祖兰 然后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呢 我们就碰到亚南了 亚南问 哎 你们这是什么节目 我们说啊 这是一个王祖兰的吐槽大会啊 会说的特别犀利啊 特别狠 我们说你们两个肯定是 因为关系比较好嘛 都知道比较恩爱 当时就急了 我跟你讲 你们说什么呢 在我眼里 是这样的人吗 然后他说这样 我把王祖兰的这场出场费 全给你们 让我上好不好 我们节目组 是一个很正气的节目组 对不对 我们肯定当时说行 其实今天他的话呢 都是心里话 前面亚南说 那个郑凯 没有送他那个学弟靴什么的 对吧 其实你也不要太生气嘛 因为郑凯 他只送那种 圈内的一线大牌之类的 对 就比如说你看 我就有 郑凯呢 大家都看过 在跑那里的表现 对不对 当初因为一不小心 对吧 然后就搞得很尴尬 对吧 其实当时呢 没有人听到 对不对 你想那节目效果 怎么可能听到呢 我们是看到后面 土白沫的王祖兰 然后呢 节目导演呢 也很坏 说郑凯啊 当时我们收声出了问题 没有拍到这个 你能不能给我们 后期配个音呢 这节目组太坏了 对不对 你说这种东西 有不是说说来就来的对吧 但郑凯不一样 说来就来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觉得 郑凯长得很帅 他就没有 但是他是个实力派演员 当时在录音棚里 就这样 导演给你来个悠扬的 再给你来个深沉 给你来一个若有所思的 导演 哎 导演 你们知道录音棚是密封的 你们知道吗 导演抢救了三天三夜呀 然后开始 祖兰啊 祖兰大家都认识 对吧 也是从跑男里面开始认识的 祖兰在跑男里面表现非常精彩 对吧 奔跑的兄弟 他的主要表现为 跑吧兄弟 真的一直在跑 有人说王祖兰啊 在跑男里面表现 非常的浮夸 说他那个大笑啊 什么很多表情啊 很浮夸 我们觉得你们应该理解一下他 对吧 他浮夸是因为他害怕 对不对 是 其实真人秀这种东西呢 都是有剧本安排的 对吧 然后很多季下来呢 祖兰被撕得很惨 导演也很 看不下去了嘛 就给祖兰安排一些 去关怀他的情节 所以就安排了 亚南嫁给他 一直没告诉他 我跟祖兰呢 都上过另一个节目 叫百乐门啊 有看过的可能知道 就是其中有一个环节呢 是让我去吐槽金星金姐啊 然后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演 我就问祖兰 祖兰这怎么演 祖兰说 你听我的 你就狠狠地吐槽 越狠越红 我也想 哦对 祖兰哥说的 肯定没有问题 对吧 我就吐槽得特别狠 然后那个节目 我就上了一期 祖兰和亚南的婚礼呢 当时是在那个 迪士尼举行的 迪士尼非常的浪漫 然后他们结婚的 当时是西式的婚礼嘛 就牧师就说 祖兰 想给你的妻子戴上戒指 亚南 你可以亲吻你的老公了 最后呢 我也非常感谢祖兰哥 给我这个机会 站在他的吐槽大会上 前两天呢 把我的摆了门搞黄之后呢 也算是给了我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还想说啊 祖兰哥 唱歌我可能不太行 但是论搞喜剧呢 我比刘维强很多 不多说了 老板 春节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谢谢 哎呀 哎呀 来了 掌声有请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上次节目播出呢 我的私信就涨 很多人就问我 师父你为什么不来 这不来了吗 对不对 这节目没有我能看到 我问问你们 观众朋友们 你们想死我了 哇 哎呀 我是池子 上一期节目啊 我确实是没有来啊 很多网友问我 啊池子你为什么不来 我就回答他们 对吧 你们想吐槽大会 我都三期都上了 对吧 我靠的是什么 实力 对不对 经济实力 就是 上一期确实是没钱了 对 这都是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上一期呢 我没有上是因为 我确实身体不太好 住院了啊 因为已经吐槽了 二十多个嘉宾了 总有脾气不好的 对不对 当时我在医院里 也没有闲着 对吧 我就照顾旁边的 张绍刚老师 不到一个星期 我俩双双出院了啊 想死你们了 然后先说沈灵老师 沈灵老师 是以前做主持人 做得不太好 当歌手 当歌手 唱得不太行 做微商 对吧 其实他的故事 很励志啊 对吧 很努力 对吧 有一个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对吧 当上帝 关上你的一扇门 对吧 你就努力打开一扇窗 当上帝 关上你的这扇窗 你就努力地 去打开那扇门 沈灵老师 你要知道 上帝不想让你出来 就别出来了好不好 孔连顺 大家可能不太认识 但说孔女神都认识 网上有很多留言 说孔连顺 是现在年轻的女神 我现在作为一个 95年的年轻人 我让大家澄清一下 我们心里的女神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心里的女神 肯定是 不是 肯定是沈灵这样的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孔连顺老师 最开始呢 是做一个特效师 那个视频我看了 那个人左手 写着五个字 这边是火焰 右手写着五个字 这边是冰霜 我是看电影的 我还是看小说的 你管你这叫特效嘛 我们都管这叫字幕好不好 真是 你这真的 你这现在而说 就是一个发弹幕的工匠 前一段时间呢 上减肥的真人秀 孔连顺老师 上减肥真人秀 很励志 说一上节目就说 我三个月要减肥三十几 要不然我背着马东 绕操场跑五圈 他也特别有横心 自从说完这句话 连续三个月 天天督促马东减肥 史严老师 我的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 但确实是我的朋友 对 他很厉害啊 对吧 又会说脱口秀 又是教英语的老师 然后同时还开了一间咖啡馆 很大 我们都去演出过 我们公司签约他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咖啡馆 曾经有很多网友问我 说池子 你看你也没什么文化 对吧 你天天跟上海交大毕业的史严 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你不感到紧张吗 后来想了想 对吧 你看史严老师 寒窗苦读十几年 对吧 受了多少苦 遭了多少罪 最后交大毕业了 现在跟我站在一个舞台上 紧张的应该是他呀 大家看台上啊 著名的演 也不是著名 就是著名的歌手 也不是 就是张张你是干嘛 在来这 模特 著名的模特 张亮老师是一个职业的模特 真的是职业模特 但他有一些职业习惯 实在是改不掉 刚才我们排练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他走这个台嘛 他每次走到这 亮完相就走 我们导演都疯了 对吧 你帅什么的 你说话呀 曾经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北京的地铁里面 曾经贴过一个海报 就是无墨仇的一张脸 说吓哭了小朋友 很多人都不信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那个小朋友就是我 原来是 真的是我 当时我真的 一直没敢下车 我一直坐到了终点 警察叔叔把我抱下去 接下来呢 就是蔡国庆老师 特别欣赏的老艺术家 其实我不太敢 那个吐槽蔡国庆老师 因为上台之前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你敢说蔡国庆老师 坏话 过年回家就没有饺子吃 还好我不爱吃饺子 蔡国庆老师呢 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男歌手 上春晚次数21次 我很惊讶呀 啊 他是流行男歌手 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流行音乐 变成这样了 然后他上春晚21次 21次什么概念呢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今年21岁 我的前半辈子 就活在他的祝福里 蔡国庆老师的代表作 365个祝福 能看出蔡国庆老师 是一个很敬业的人 对吧 勤勤恳恳 每天都在祝福 每四年才能休息一次 不懂了吧 对吧 润年 哎呀我的天 哎呀 知识点 这都是知识点 润年有366天 我的天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有点狂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蔡国庆老师呢 是30年代的奶油小生 40年代 30年代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 就是他呢 从出道开始呢 心态就特别年轻 一直走在流行音乐队伍的前段 带队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还在流行音乐的队伍里 徘徊在队尾 迟迟不肯掉队 我觉得 我很欣赏他这种态度 但是我觉得蔡国庆老师 你该换一支队伍就换一支 你在队伍里 中国流行音乐为了照顾你 都跑不起来 你知道吗 我都是开玩笑啊 蔡国庆老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一直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希望呢 我如果真的变老了 我就想当蔡国庆老师这样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谢谢你池子 太棒了 好棒 好棒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的就是 抱着大腿的墙头草 池子 太好 我是池子 耶 man you my man yeah 算了你不会 今儿我呢 带到我们北京台出版了 发展伍说话 就是吃铁丝拉到鱼笔 他唱的一歌就是鼻口和鼻 够呛 这我就你自己的话 你买在里面 彭哥我这不讲的 哎好 我是池子 不难发现 今天我们主持人换成王自建了 对不对 因为很多网友在网上说 张少刚你下去 张少刚你真讨厌 张少刚你恶心 是不是很耳熟啊 张少刚老师 你不要生气 网友嘛就是爱说真心话 而且张少刚老师确实挺挺狠的 对吧 这么多人想换他 就是换不掉 吐槽大会都主持五期了 用句黑话讲 你就是我们吐槽大会的景田啊 网上还有很多网友啊 说把张少刚换成王自建好不好 一定要换成王自建 说很多网友很着急 你们不要着急 对不对 我们节目组啊 张少刚王自建 他们水平谁高谁低 我们更清楚啊 都不高啊 我们是在等 等另一个人降价好不好 这不今天王自建就来了吗 对不对 然后 然后下一期节目呢 大家拭目以待啊 谁便宜请谁 我不要抢了你们两个 对 然后沈灵老师 你也不要着急 你太便宜了 你不行 王哥我很熟悉 经常跟王哥一起录节目嘛 对吧 王哥人特别好 每次录完节目就说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是王自建 你谢什么呀 对吧 说得那么不好笑 你应该对不起啊 你就应该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 对吧 你就说对不起大家 我是王自建 对不起不好笑 对不起 我觉得结束的时候 说对不起也不好用 对吧 你得第二期节目开始 也得对不起 对不起大家 还是我 对不起还是我 今天呢 你们很幸运啊 有幸见到了 中国著名民间艺术团体 藏爱家族 李旦 沈灵 大张伟 到齐了 为什么 但是这也是分高低的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就李旦 就是最低级 就是在颜色上做手脚 大张伟老师 颜色造型一起的 对吧 比较搭配 最难看出来 就是沈灵老师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他这种是最高级的 由内而外的 气质上的 形而上的low 形而上不懂了吧 就知识点 就是我天哪 我们沈灵老师 官方身高172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了 我身高175 我做梦也没想到 三公分是这么长 黄婷婷是我的粉丝 在台下一直说 哎呀就喜欢我 只喜欢我的颜值 这肯定是开玩笑 对吧 也不要相信 对吧 肯定带一点才华 对 就是 好 收 网上说张铁林老师呢 是做过心脏 这个支架手术 做支架手术 我也理解了 对吧 演皇帝 演那么多皇帝 生气气的 而且张铁林老师 很勇敢啊 对不对 心脏做了手术之后 还敢来我们节目 你是想看看 你支架结实不结实是吗 张铁林老师 经常练书法 他是国际书法家协会的 副会长 国际书法家协会啊 什么意思 就是国内不太承认 这都开玩笑 接下来啊 是我的偶像 大张伟老师 大张伟呢 曾经是 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就这你也信 就这种头钱 谁不会说呀 我还中国四大 作死天王呢 而且你们想 六大智慧少年 谁得到这么傻的头钱 还往外说呀 这像智慧少年干的事吗 你看那五个 谁说过 大张伟老师呢 很神奇啊 以前叫张伟 后来觉得自己名字太俗 改变叫大张伟 就是你这种 把名字前面加个大字 我三年级之前 还干得出来 都多大了 你前面加个大字 我觉得你想要 想要名字变得不俗 你后边加个大字 对不对 你叫张伟大 听起来起码很伟大 有人说大张伟抄袭 那大张伟老师就说嘛 我是音乐的裁缝 我觉得你当裁缝可以 你自己买布行不行 人家都做成衣服 你给别人剪了 你是裁缝 别人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你用别人的作品说话 其实我特别喜欢大张伟 我希望能跟大张伟 有朝一旨能合作 一个脱口秀节目 对吧 因为你们想 那种节目合作起来 就很轻松 不用我说什么话 你看天天想上 汪涵都插不上嘴 吐槽了这么多呢 我在这里呢 也是跟大张伟老师的 粉丝们道歉 对吧 跟你道歉也不用道歉 你没事 粉丝比较可怕 对吧 大张伟老师难过了 哭哭就好了 对吧 粉丝不行对不对 你葫芦葫芦嫖不哭了 那粉丝几百万 葫芦我的嫖谁受了啊 哈哈哈哈 最后我想说 确实是之前 我写这大张伟老师 稿子的时候呢 我也上网看他的视频啊 黑点呀什么的 也是看了有五六个小时啊 对吧 李淡是看完之后写不出来 我看完呢都删稿子 我跟你讲 哈哈哈哈 真的我是大心底 比较喜欢大张伟老师 确实是我的童年偶像 在这里我想说 人间精品 大张伟 谢谢大家 我吃的 耶 来来来来 我们掌声有请 淡总永远的小弟 池子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呀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哥们又来了啊 哥们靠的就是实 用实力让情怀落地 李淡24小时 过我家门口 哎 说你来吧 没档期吗 这是 我怎么又有池子 我不是说换掉吗 这期没抬了 拿掉啊 别别别 哥哥哥 什么实力 你已经害我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池子 非常开心来到这个吐槽大会 今天我们主持人 又是张少刚老师了 你开心不开心 你很开心 你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好不好 对对 就是我们其实其实也是啊 上次节目是我说过啊 这期节目谁便宜请谁 果然你又来到了现场 王自剑呢 我们只能请一次 你我们每一期都请得起 其实呢 王自剑呢 其实是最近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啊 前两天就是见面的时候啊 就是开导一下 聊聊天就好了 张少刚老师很热情 上去讲了一个笑话 现在已经住院了 而且我看我们次剑大会的节目啊 说有弹幕说啊 池子你也看提字器啊 我看提字器怎么了 对吧 人家李晨 专业的主持人还照着手卡念呢 都没有拿下去 都没有拿下去 明星能看提字器 为什么我不能 对吧 我也想当明星啊 而且 而且我的照提字器念是节目组要求的 对吧 因为我这个人如果不按词来的话 真的这节目都播不出去 我跟你讲 对 江四达呢 是个网红啊 写文章 对吧 写诗 对网友 现在呢 想出书 对吧 你们听着是不是很类似 对吧 建议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建议你呢 你直接找个女朋友 卖衣服就行了 不不不 你直接卖衣服就行了 真的啊 江四达天天穿的 我看个QQ秀一样 你就差个大翅膀了 我看 李诞呢 看了也很着急 马上买了个红钻 对不对 都是会员 知识点 红钻QQ秀 免费穿 对 知识点 有点狂啊 对 有点狂 那么那个江四达呢 他说我什么 没见过十万块 我是没见过十万块 对吧 但你见过两千万 柔光双射的Vivo吗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接下来就厉害了 李诚 李诚 百忙之中 卸下一身肌肉来到现场 卸家里头 很厉害啊 这是开玩笑啊 李诚是李诚 尼克是个做潮牌的嘛 然后李诚做潮牌呢 但是他说 他不靠粉丝卖衣服 对吧 他说不像薛某谦 薛某谦 他没有点名 没有点名 没有名说 对 不像薛某谦一样 他说他不认同粉丝经济 我呢 我也不认同粉丝经济 我觉得就我们这种买粉丝的 都不太认同 好像 什么鬼 接下来是朱真老师 朱真老师这个脱发 确实是有一点严重 对吧 这发就先一年年往后 你再不治的话 就快到腰了 我跟你讲 甩上来啊 朱真老师 你也不要发愁 对吧 就这种中老年人 都有这种毛病 对吧 杀艺老师也是这样 但是他心态很好啊 对吧 他虽然是脱发 对 但是他对自己的发型要求很高 刚才在后台 跟我们发型师说 两边留着 中间打薄一点 发型师都疯了 说哥 就你这头发 再打薄就流血了 接下来 随之先 随之先老师 他说过2017年 再不上综艺节目 今天就来了 他呢 他不上综艺节目呢 是想好好唱歌 我们节目请他呢 是想为华业乐坛做一些事情 对 你就不要唱了 好不好 随之先呢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 曾经毕业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当初家庭也不是很富裕 他爸爸为了让他学这个酒店管理 把酒店都卖了 随之先毕业之后 苦于没有酒店管理啊 确实先呢 微博上是个段子手 对吧 长得很帅 开始卖衣服 李淡呢 也是个段子手啊 长得 开始卖衣服 我觉得我现在不卖点啥 都不像搞喜剧的 我跟你讲 今天的后台 我跟薛之先跟我说 那个Vivo X 我给我用一下 我说干嘛呀 我说我用Vivo拍 我是想拍得好看一点 你又不用 他说我不是想拍照 我说刚才发了个广告 我想查一查 上面上热搜 我说你用你自己手机 查不得了吗 他说我用自己手机查 会被别人看到 多傻呀 你没想到我会说出来吧 我们采访的时候 我们问薛之谦 薛之谦你有什么 最大的愿望 他说我有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世界和平 我说那第二个呢 他说第二个不好意思说 怕你们笑话我 我说不会呀 怎么会笑话你呢 他说第二个愿望 他想唱歌不跑调 咱们还是聊一聊 世界和平的事吧 好不好 这之前唱歌动作特别多 对吧 他哎呀对 很用力 对吧 上一次我见到这个动作 还是在费翔身上 最后我想 薛之谦现在虽然 开火锅店 上综艺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忘记 自己当歌手的这个梦想 一直都没有忘记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记性还不错 谢谢大家 我池子 掌声 有请 池子 大家好 我是池子 来了那么多集出道大会了 对不对 给你们讲了那么多知识点 你们一定收获很大 接下来给你们讲一个最重要的品牌 厉害不厉害 我的天 打开了 更厉害的来了 我的天 拍照 拍照 我的天 帅不帅 VIVO X9 身后拍照 这是今天的知识节 大家好吗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很开心啊 这是我第二次跟金子同台了 也是第二次跟建国同台了 也是第六次跟李淡同台了 能看出来 李小璐确实在娱乐圈 没什么朋友 都是开玩笑 不是说你没朋友 对吧 你看看台上这几位 你想跟谁当朋友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在台上有两个朋友 我都觉得丢人 上次呢 我看我们节目的弹幕 有一个网友说 说哎呀 王子健真讨厌 哎我还怎么骂张绍刚 看个节目给你们筹的 对不对 照不好了 金子来了对不对 你们就骂他准备错好不好 弹幕走起来 金子不要脸好不好 我仿佛看到郭老师在敲打键盘啊 我觉得这张绍刚老师 虽然已经不在了 就是 也不是也不是不在就是走了嘛 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活在我们心里 算了挺恶心的 活在弹幕里吧 好不好 咱们给他点上小蜡烛 送他走好不好 对 然后 我觉得你们真的弹幕里就 有什么意见就表达出来的吧 你们弹幕足够多的话 我们节目组就听你的 真的 你们可能会怀疑啊 我们这弹幕是怎么审查的 你们以为策划人是吃白饭的吗 每条弹幕他都看的 他这个眼睛一次只能看一行我跟你讲 这个土豆大会在看七八遍才能把弹幕看完 哎呀很辛苦啊 对不对 你看他那头发 你以为是染红的吗 不是 脑衣鞋 很辛苦啊 金子啊 上次就来土豆大会 很不要脸 很自信的把 把那个奖杯颁给了自己 这次我们节目组呢 就是为了防止你得奖 特地让你当主持人 对不对 这次你要再得奖 我把奖杯吃了 让你带走啊 我得奖他吃了啊 我吃啊 咱们讲他吃了啊 金子最近喜欢拍电影啊 我也查了查 他很早就喜欢拍电影 第一部电影 刚出到的时候好像 豆瓣评分是3.9分啊 这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没有关系嘛 有上升空间 近几年拍的电影 我查了查已经到0分了啊 我觉得小鹿姐呢 是高开低走 你这是低开不走啊 躺着就不动了 你死不死啊 前两天金子还发微博 说自己爱健身 在高铁上也不能闲着呀 不要浪费时间 在高铁上健身 我记得高铁上健身 你不是浪费时间 你是浪费生命啊 高铁上健身多危险啊 对吧 健身浮费生 正浮费生的 一刹车变倒立了 很危险 不要这样啊 接下来我们肖杨老师 肖杨这个名字 听起来很霸气 对不对 你们可能没太听出来 但我跟金子应该知道 北京人一生气 就爱肖杨的 说的就是肖杨老师 很霸气 肖杨 我也有人这么说 肖杨老师呢 他们叫筷子兄弟 他们寓意是永远不分开啊 你拉倒吧 筷子什么时候在一块 永远不分开的那是双切棍好吗 刘云 刘云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正军背后的女人 对不对 二十多年在正军背后藏了特别好 没有人发现啊 而且 而且对吧 大家都知道她是摇滚酵母 酵母什么意思 酵母是一种单细胞真菌啊 蒸馒头用的 哎呀 简直是一道送分题啊 接着说李小璐 璐姐 十六岁就拿下了 一个金马奖影后 二十七岁拿下了加乃亮 前两天又拿下了珠穆朗玛峰 我知道有很多演员啊 都被别人评价说啊 他曾经攀上了演艺的高峰啊 我觉得只有你是自己爬上去的 这些男的小璐的那个外表有很大的变化 他其实是想大家证明 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靠脸的演员 起码不是靠当初那张脸 对吧 靠自己的演技 我网上有网友啊 批评李小璐的演技 我觉得网友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李小璐 对不对 人家确实十六岁就拿金马影后 对不对 要如果我十六岁拿金马影后 我天天骂网友 对不对 像李淡一样 你也没拿金马影后啊 你就是个僧女 你在骂网友干嘛 李小璐的妈妈呢是中俄混血 所以说小璐也带一点俄罗斯的血统 然后加点亮是东北的血统 甜心呢现在合一块大概应该是黑龙江的血统吧 我觉得小璐呢这些年很多人评论他的 评论他的演技 评论他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他就自己做自己就好了嘛 就不要在乎大家的评价 他就是想活得精彩一点 想跟自己的家庭过得好一点 我谢谢大家我是池子 太棒了 请高财中池子 大家好我是池子 池子我爱你 我要跟你伤好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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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一哥们自称透个秀鼻祖 还有一哥们自称小挺天王 那我就是 挺赞 大家好我是池子 大家好我是池子 今天我们这个嘉宾非常亮眼对不对 有些人是靠发型取胜 有些人是靠没有发型取胜 很开心来到这个挫头大会 刚才淡总在后台玩探探 你知道探探这个软件呢 往左滑是不喜欢 往右滑是喜欢 淡总听说这个是脱胆神器之后 他在后台是这样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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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一个小时 我手机屏幕都快掉了 哎呀玩完探探 那淡淡手是这样 特别厉害的真的 哎呀然后我就 你们别不要担心啊对吧 不要以为玩探探的人 都是他那样的 对吧 也有也有我这样就是 年轻可爱帅气的小鲜肉 对这样对好 我的天哪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能没有发现 不知不觉之中 你们已经听了六个广告 六个广告了 恶心不恶心 不要急着给出答案 接下来带给你第七个啊 大家知道上一期呢 我提了一下那个李淡啊 对吧 说他穿衣服 像冲了红钻一样 给张晓刚老师气坏了 就问我 说迟子啊 我穿什么衣服 能比QQ秀更好看 我说你就不知道 我们现在年轻人 我们潮人啊 都用QQ厘米秀 对吧 这对 这不是个知识点 这是个广告 哈哈哈 不光年轻人 用QQ厘米秀 潮人也用QQ厘米秀 我也用QQ厘米秀 这个广告硬不硬 硬 有点狂啊 一上来就两个广告 太狂了 太狂了 好就是说咱们的嘉宾啊 刘能 能哥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 能哥在后台跟我说 他划冰特别厉害 说他划冰 真的摩托车都追不上 我说你这拉倒 这有什么新鲜的 对吧 我划冰 你骑摩托车在冰上 你也追不上我 你不帅死就算你赢 好不好 接着说刘亦为老师 然后介绍别的嘉宾呢 有可能是 我读您的书长大 我看您的电影长大 介绍您我就是 我吃您的饭长大 接着说前一段电影 《乘风破浪》 大家都看了吧 赵寿也有情客串 那场戏拍了三天三夜 足足有五秒 对 很厉害 其实本来不是这样的 本来不是这样 本来他去客串 然后韩寒说 这样我们编剧 没有给你写台词 你就不要说话 我会编呀 韩寒说 我们这个话筒都不太够 收音收不到 我带话筒了 韩寒说 这样我们机位也不太够的 可能没有你的镜头 我带摄影团队来了 哎呀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你不会做后期啊 后期全给他剪了 赵正平 赵哥 参加过《欢乐喜剧人》 很霸气啊 节目录制之前就说 这个节目 我当第二 没人敢当第一 当天就被淘汰了 我录了三期 我录了三期 其实赵哥呢 脾气特别火爆 有一次在医院跟别人吵架 你们拿刀啊 然后十几个人 把他摁在地上 拉了双眼皮 哈哈哈 其实都是开玩笑啊 赵哥 赵哥这么大了对吧 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学习 42岁啊 还淡快上大学 真的很不容易 42岁了 上个大学 你为什么还淡快啊 我都掏得起大学的钱了 哈哈哈 小沈阳 小沈阳 这是小沈阳老师 小沈阳呢 跟他的夫人特别恩爱啊 跟他老婆特别恩爱 经常在微博上互动 对不对 转发啊评论 点赞什么 你俩就不能加个微信吗 哈哈哈 小沈阳的老婆呢 叫沈春阳 她呢叫小沈阳 女儿呢叫沈小阳 我就纳闷 这沈阳市旅游局 给你们多少钱啊 哈哈哈 当时在荒乐喜剧人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 宋小宝表演受伤啊 临时让这个小沈阳 去顶替一下 当场就拿了第二名 然后宋小宝 抱着小沈阳就哭啊 小沈阳就安慰他 哎呀没事 都是哥应该做的 哈哈哈 宋小宝给气的 你个孙晒 你害个人骄傲的 你要不来我都是第一 哈哈哈 来这么多期节目了啊 很多人就管我叫池子老师 我确实又过意不去 真的很过意不去 但今天在后裁呢 小沈阳叫我池子老师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能教他点什么 前面都是开玩笑啊 最后我想说呢 我特别欣赏小沈阳的一句话 他说演出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观众 他也确实做到了 为了对得起观众 他已经不演出了 谢谢大家我是池子 有请丁四虎池子 大家好我是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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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最后一期的吐槽大会了啊 非常开心啊 我们也是非常用心准备这期节目 我们请的主咖厉不厉害 对不对 有两个 我的天 曾毅自己带着椅子来的啊 对 上一期节目呢 我不是吐槽李淡吗 在后台玩探探 在后台玩探探 使劲耍手指头都这样了 我评讲 刚才我在后台看还在玩 我是说 淡淡 这探探是个脱单神器 对吧 但是你这样的找不着的 淡淡说没关系 我用的是你的手机 你年轻 你单身 你颜值高啊 谁能想到啊 谁能想到这是条广告 有点狂啊 今天的舞台上啊 算上李淡 一共有七个歌手 就是为什么要算上李淡呢 对吧 增益都算 为什么李淡不算 然后再说这个和杰 刚才看和杰的表现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对吧 中国有句古话叫 一运傻三年 你这三年刚开始是吧 和杰曾经放狠话 说我受不下来 我就退出娱乐圈 我说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在娱乐圈进进处处的 不太好 这个娱乐圈的通道 做这么窄 对不对 万一你那天卡住了 后边的人怎么进去 就因为你苏醒 现在还没进去 苏醒啊 是和杰的好朋友 从名气也看得出来 关系非常好 然后当初呢 当初快乐男生的亚军 但是有很多人说啊 苏醒是刷票的亚军 这些人就有病 对不对 有人神经病啊 刷票刷到亚军吗 对吗 苏醒则是 然后接下来李玉刚老师 星光大道的冠军 非常厉害 他星光大道 刚出道的时候 就被破格提升为 国家的一级演员 同样是星光大道出来的 人家就是一级演员 人家就是一级演员 为什么你俩就不是 因为国家还是有分寸的 国家还是有分寸的 一个人一级的 不是两级 因为你们想啊 对吧 你要国家带李玉刚出去演出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你要带他们演出呢 对吧 你出去办签证的时候 你们出国是什么目的 曾姨在旁边 留下来 签证都办不下来 李玉刚老师早些时候呢 生活确实很艰辛 穷困潦倒 曾经投河自尽 但是被乞丐给救了上来 这都是真事 但是我觉得乞丐 当时也不是想救你 他可能觉得 这盒里什么东西 感觉捞上来 感觉捞上来能卖钱 但他们没想到 捞上来还能卖艺 然后李刚说他小时候呢 和妈妈一起 卖那个炸的麻花 他妈妈炸麻花的手上都是油 就经常摸他头 结果我头上就是 又油又亮的 我就纳闷 李淡你妈妈小时候 卖的是什么呀 火轮滚吗 李玉刚老师很早的时候 开过服装店 就卖那种西装 就是很艳丽的那种西装 但是当时审美跟不上嘛 对吧 卖的不太好 那衣服就全扔了 很明显 张绍刚全捡走了 接下来 众名的灵化 不对 凤凰传奇组合 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说他们 说他们就怕什么 就怕被别人误解 就说 歌红人不红 很悲催 我觉得你不要担心 我这儿还有 歌不红人不红的 这儿还有 歌不红人不红 大人也不红的 哎呀 笑得我嗓子都痒了 其实曾益的这种演唱风格 我们喜剧演员特别熟悉 它就是个捧跟的 你听 是谁在唱歌 温暖了寂寞 好嘛 对 曾益很熟悉 就我在想 曾益在台上 如果就没有歌词的时候 他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他在干些什么 有 对吧 就是很容易走神 据说有一次 在演唱会上 曾益下台去吃了个夜宵回来 都没被发现 有一次呢 凌花为了照顾曾益的感情 特地写了一首情歌对唱 给她多写了一首词 当时曾益就哭了 你想累死我呀 然后要知道 无论什么演出呢 他们两个真的是合作非常愉快 演出费都是对半分 但是有一次演出完 凌花就跑到后台 就跟主办方哭 凭什么 她就说了八个诱 跟我拿的钱一样多 主办方就安慰她嘛 对吧 你凌花你不能这么想 对不对 你想想你们是个组合 没了增益 你们这组合还完整吗 凌花就想了想 完整 而且最近呢很多人就传言啊 凤凰传奇要解散 很多这种传闻 谣言嘛 每次呢他们就出来辟谣 辟谣完呢 那凌花就开始后悔 其实我觉得啊 一个小意见啊 我觉得你们俩单飞呢 都比现在赚得多 曾毅你去喊麦 对吧 收入绝对翻倍 凌花你什么也不用变 她走了你收入绝对翻倍 然后有人问凌花啊 就是如果让你 在老公和音乐之间选一下 你会选择什么 很明显 她选择了放弃 谢谢啊 我是池子 他有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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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欢迎池子 没有什么没有牵手回去吧 李淡不在 没有他不会写说呀 你这你别话了 没有活动 这没有啊 你这什么还没有 今天这没有 李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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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淡没来 没来 这没有活动 什么牵手会 骗你们的 骗你们的 是什么玩的 哎呀哎呀 哎呀管管给他们管管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池子 好 很开心啊 又来录我们这个吐槽大会啊 非常开心啊 听说这一季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 听说招商招到很多的钱 对吧今天我一来台上一看啊 放屁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吧你这个钱花哪儿了 你给我说说 对不对你就在台上就这嘉宾 对不对 你你钱你花观众身上了啊 哈哈哈 真是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知道没有 啊 那么你看台上的嘉宾对不对 邵刚老师 李淡 斯文 就我 这太熟悉的面孔了 对不对 都不是熟悉 简直就是一家公司的我跟你讲 哈哈哈 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什么很熟悉 就是我们这个赞助商啊 Vivo 对 Vivo很熟悉 但是今年的不一样 今年的Vivo X20呢 它是全面屏手机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天这是什么 高科技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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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要加钱啊 哈哈哈 演员的诞生有没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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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好笑出来啊 哈哈哈 大家可能不难发现啊 我们这个主持人呢 还是邵刚老师 还是邵刚老师 啊 也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啊 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张绍刚老师 其实你话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就是确实是当时就是便宜嘛 就是签约 签的时间太长了 对吧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比如说你双十一的时候 对吧 你买卫生纸买太多了 哈哈哈 你用不完呀对不对 哈哈哈 你也不能扔 对不对 挺老实的 对吧 你就接着用啊 接下来说我们这个 蔡国庆老师啊 蔡国庆老师呢 也来过我们节目 来过我们节目 就是几个月之前 就是刚来过 对吧 还来 你上次送我的祝福 还剩两百多个呢 哈哈哈 導演组就是蔡老师这样的嘉宾 一年最多请一次 好不好 家里两百多个 送都送不出去 谁家里有那么多老人啊 对不对 哎呀 再说咱们这个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确实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初啊 确实受过很多的苦 比如说在夜场表演 在夜场表演啊 上半场是唱歌 跳舞 下半场是训海豚 很累很忙 容易忘事 有一次啊 唱歌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在唱歌 还以为在训海豚呢 我蹭就跳下去了 这些观众都嗨了 我这小伙带劲啊 很不容易啊 当时呢 确实是训海豚也是他 但是训海豚 那海豚没几年呢 就死了 有几只海豚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就是他呢 不但要训海豚 还要每天给海豚换水什么的 换水是这样 是把水换完之后 往里面加盐 一池子水要加六吨的盐啊 对吧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是太忙 太累 忘了 有一次忘了换水 直接的加盐了 哇 就一天加六吨啊 那海豚 我到头猴死的 我跟他 哎呀 那个海豚最后那几天呀 戴军老师还在那儿训 来 跳一个 好 来 转几圈 还转的对吧 来 翻个身 对吧 他就发明了咸鱼翻身 哎 你们看过那个戴军老师那个爱笑会议室吗 没有啊 看过 那咱们接下来说献哥啊 我没看过啊 献哥啊 献哥你别看他今天坐在这儿 但是他当初啊 09年 09年3月 就说自己要退出娱乐圈 对 同年的7月 就复出了 当时他退出的时候呢 说是想专心自己的LED灯的产业 你复出是怎么回事 是你做发光二极管点亮智慧人生了是吗 发光二极管点亮智慧人生 好 这是我们胡可啊 胡可 著名演员沙依的老婆 胡可呢跟沙依老师两个人很恩爱 很恩爱 有一次呢在一档综艺节 在这个节目里面 沙依假扮吴秀波 跟那个胡可打戏 两个人很恩爱啊 打到吻戏这儿 胡可拒绝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认出来了 很恩爱 恩爱 大家都知道 刚才也很多人说过 胡可的爸爸 曾经用冻带鱼打过他 就是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冻带鱼会火 大家会往上网搜什么 什么胡可爸爸同款冻带鱼 李旦驰子同款海豚什么 我们这就不是图楼大会第二季 我们是蓝色星球第三季 接下来的 接下来是这个 伊能静阿姨姐姐 姐姐 嘿 伊能静公主 很感性的人 很感性的人 特别爱哭 中国达人秀上呢 一直爱哭 一直在哭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选手啊 当时 展现自己中国最强的内线 其实选手在台上表演节目呢 就是刚上台表演节目 表演完了你哭 对吧 有的人选手呢 表演着表演 你也在哭 有的选手还没有表演 你就哭了 选手都纳闷 这伊能静老师 你哭啥呀 我看你的表演非常的感人 我还没表演呢 我看你走上台 这个步伐非常的感人 感人 对吧 我 你代入感太强了你这是 你这步伐 看起来很辛苦 我不辛苦 那你有没有一些感人的故事 我没有感人的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 太可怜了 特别爱哭 我今天台上呢 确实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长辈 就比如说 蔡国勤老师 动灵男神 这个 伊能静 姐姐 啊 动灵女神 这个胡可 被动带鱼打过的女神 哈哈哈哈 就是你们别老天 动来动去的 这个如果动成带鱼 你就不美了啊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哈哈哈哈 爱吃干脆面的池子 哈哈哈 这环境不行啊 这是环境不利于做家创作 把酒给我摆上 把酒摆上 你就看什么书 你这就摆上 哎 这横幅怎么回事 这这太晦气了 你把把我这个弄 把我这个贴 把这个撤 撤 这这这谁把我横幅坏了 总四天 谁干的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怎么就就磨灭了 就给 别别拿啊 大家好 我是车子 我最近啊在网上 总有人啊 就是我的粉丝啊 分不清我跟李丹 我俩天差地别呀 对不对 一个在天上啊 一个 在地上对不对 怎么就分不清 我在地上 我在地上 怎么就分不清 对不对 还有人啊 分不清帕毕将和刘谦老师 这两个人 天差地别呀 一个是女的 一个 是男的 对不对 怎么就分不清 还有的人啊 还有的人 分不清赵英俊和雪村 我的天 你们 这是人的不怪你们啊 他自己都分不清真的 经常在想 我是不是个东北人啊 就说就说我啊 吐槽大会之后呢 之后呢 确实是在大街上 有一些人啊 认识我 认识我的变多了 在大街上有时候 就认识我 就叫我嘛 但是很奇怪啊 然后很崩溃 叫我就 哎你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那个 吐槽大会那个 知识点是不是你 什么 有这么叫人的嘛 对吧 那你见了刘谦老师 怎么叫 你是不是那个 你说那个春晚那个 橡皮筋 是不是 一旦一旦是 就没这么叫人的 对不对 哎呀 刘谦老师知道啊 就著名的魔术师 魔术师 练习魔术呢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也会经常受伤什么的 曾经有一次啊 刘谦老师因为一个 一个火焰的一个魔术啊 同一个地方被烧伤了七次 同一个地方被烧伤了七次 你表演的那是魔术嘛 你表演的是遗忘啊 其实刘谦老师是很厉害的魔术师 但是再厉害的魔术师 也会有实物 对不对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实物啊 就是2013年的春晚 那次他表演大变活人 把自己从春晚的舞台上变没 对不对 四年了 再也没变回去 2014年 2014年 三年了 再也没变回去 然后华少老师 华少老师很厉害 对吧 别看华少老师现在是个主持人 他小时候呢 话特别少 就是一度被家人认为是个哑巴 真的 他直到12岁才开始说话 这个故事我一眼就看透 12岁开始说话说明什么 小学六年没背过课文 今天这个麦克风啊很像张英俊老师啊 英俊哥 要不是人家知道这个潮流对吧 人家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麦克风 唱歌能不好听吗 对吧 很厉害很厉害 英俊哥呢 他12月12号 在北京 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一直担心 他一直担心自己的票卖的不好什么的 我在这里就想让大家都去看好不好 屏幕前面的人都去看 12月12号北京演唱会 好不好 英俊哥呢 你也别太开心啊 这节目播出都一月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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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我的我的我的心是成的 哈哈哈哈 起码这一拨人应该去看 对不对 但这拨人都是上海的观众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去我去 然后说叶璇啊 叶璇啊 叶璇 真的他曾经啊曾经拿过全纽约市的数学竞赛的第一名 真的 哇 传纽约数学竞赛第一名 什么概念 就跟中国乒乓球队在非洲夺冠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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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当时我觉得纽约的小孩都崩溃了 去高高兴去报名去吧 然后跟他聊天 i where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china 全退赛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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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说咱们这个主咖 帕皮奖啊 帕皮奖啊 其实之前来之前呢 我就觉得 没那么多槽点嘛 对吧 他就天天挺好笑的 也是做喜剧的 没那么多槽点 能当主看吗 对吧 问了价格之后呢 确实是能 真是 他是想在我们这节目 把那个逻辑思维撤的钱全赚回来 哈哈哈 真的啊 刚才在后台的时候 我们打招呼嘛 帕皮奖打招呼 嗨你好我是帕皮奖 我们导演组都疯了 整体人整体人呢 整体人过来 你那艺人今天状态不好啊 啊 艺人状态不行啊 你整体人说 哎怎么状态不行 状态挺好 怎么就状态好了 你听听他怎么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帕皮奖 他应该这样吧 你们家艺人怎么怎么卡了 坏了怎么 有钱老师 有钱老师 你有没有那种魔术 能让人说话变快那种魔术 啊 哦又烫手了 算了算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不能知道就是 帕皮奖确实啊 曾经捐了两千万 在中央戏剧学院 盖了一个剧场 叫勿望剧场 勿望剧场 让你们不要忘记什么呢 就是让中央戏剧学院的 老师和学生们不要忘记 老娘就是拍小视频 也能赚两千万 给你们盖剧场 前两天啊 其实是在看帕皮的采访啊 采访他在采访里面说呢 他自己一直想成为一个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一个人 我很感动 因为其实你做娱乐呀 或者做什么的 很少有人能想做一个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人 而且生活中很少能见到 这样的人 帕皮加油 谢谢大家 我吃了 哦 哦 你整了这么个大 谢谢 谢谢 有请realman吃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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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特别开心啊 我们台上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音乐人啊 我是个 那我呢 我是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啊 啊 我们这个主咖是朗朗 我的天 你们见过朗朗在这坐着 面前却没有钢琴的样子吗 哈哈 我真的很少见啊 你说为什么我们把钢琴给他放这么远了 是他唯一保持理智的方法 哈哈 哈哈 啊 啊 他也摸钢琴跟摸电门去 哈哈 哈哈 控制不了啊 控制不了啊 啊 非非啊 非非确实特别特别熟啊 特别厉害 就是当初呢 我确实也特别喜欢音乐 我就跟非叔说 我就是 我说非非你看 我这是 我特别喜欢音乐 我也想玩音乐 是吧 实在你你听我的 我我我我我走南床北多少音乐节 对吧 我你就听我的 你啊 你征战上场还是得有一电子琴 哈哈 我甭说别的了 甭说别的了 我送你一个 特仗义 真的说送就送 第二天就收到包裹了 打开包裹 哇眼泪都下来了 很精致的一个琴 对吧 不大 很轻盈 粉色的琴键 哈哈哈哈 你装上两节五号电池之后呢 哈哈哈哈 你按一个键就唱一首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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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按兜啊 是 兜兜搜搜啦啦搜 哎 你按right 兜兜搜搜啦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怎么着非说啊 对不对 你当年征战沙场就靠着一首小星星是吗 哈哈哈 你看不出来挺躁啊你 哈哈哈 接着说接着说 信啊 信 大家肯定都听过他那首歌对不对 死了都要爱啊 啊 当时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啊 就当年啊 能跟你匹敌的只有庞龙 哈哈哈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对吧 但是那首歌的大街巷都在放啊 但很多人也爱唱 对吧 我觉得你们就唱这首歌就有个问题 这这歌是人唱的嘛 对吧 对吧 那首歌我跟你讲 除了信谁唱都难听 再仔细听听啊 其实信唱也难听 哈哈哈 太高了太高了 对不对 就很难欣赏啊 接下来黄国伦老师 黄国伦老师 黄国伦老师很厉害啊 大家都知道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就是给王菲写过一首 我愿意 对不对 然后蹭吃蹭喝十几年啊 哈哈哈 都蹭到这儿了啊 就是你看黄国伦老师 你看人王菲现在还唱过 《愿意》那首歌吗 对吧 人家不唱了对吧 那为啥不唱 人家不愿意 哈哈哈 黄国伦老师确实是在鸟巢开过演唱会啊 确实是演唱会 人家歌手开演唱会 一般都会有报道 外面就说 谁谁谁开始圈钱了 开始捞钱了 但是您一开演唱会 外面一届好评 真的 肯定不是捞钱的 哈哈哈 媒体一度怀疑 他是做慈善的 哈哈哈 你们想啊 你们想啊 鸟巢门票一百多 他的门票八十八 给大家一个参观鸟巢的机会 哈哈哈 我仔细想了想 鸟巢建成以来啊 您应该是第一个在鸟巢赔钱的 鸟巢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哈哈哈 所以说朗朗 朗朗 我们今天的主咖啊 朗朗呢他曾经那个 爱上综艺节目 但他上综艺节目 有原则 原则 就是他不多说话 不干什么 就是弹完琴就走 弹完琴就走 我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就弹完琴就走了 也不干什么 后来想清楚了 就是他们 他们钢琴家到这个这个高度啊 就是每天都要坚持练琴 但是你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琴可以练 他就参加节目 哈哈哈 他就蹭琴 哈哈哈 今天来我们 副刀大会啊 非得要一钢琴 哈哈哈 就这样摆着也不弹啊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是确实是朗朗 就是注意身体 就少弹琴 是吧 因为你弹琴 容易能脑震荡啊 谢谢大家玩吃的 有请脱口袖收子 池子 池子干嘛去啊 太斗吴亦凡的粉丝说他 他去避风头了 这都躲半个月了还躲呢 哎呀 班总你不要生气 来看看这个快手短视频 里面实在是太逗了 来让你开心一下 哎不过说真的 这池子真是怂啊 你说谁怂呢 我这就上去你信不信 赶赶赶赶你去我 我这就上场 不要打扰我看快手 去去去去去 大家好我是池子 啊 对不起 啊今天呢 来的看这个脱大会很不容易啊 你们啊啊 我之前我看这嘉宾名单 我就看不懂了 对不对 我说这名单怎么 李旦舒畅 池子磅礴 为什么要把嘉宾这个感受写进去 为什么 对吧 我听起来就还很大气 对吧 但李旦听起来肠胃就很舒畅 接下来说刘指导 我从小是真的特别喜欢乒乓球 特别喜欢看比赛啊 我一直有一个不懂的问题 今天就正好请教一下刘指导 就是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员打比赛啊 赢了球特别爱叫唤 对吧 那个队员打比赛就是这样 去 你仔细听啊 每个人喊的不一样 即便是每个人每次喊的都不一样 对吧 就是张蒂科 去 第2个球 去的 第3个球 你们这队员平常都是打拳黄对吧 这个可能张少刚老师不太知道 因为你是个不懂球的胖子 曾经有个老戏骨演戏啊 对面是对着沙包演戏 对吧 我就想着这沙包到底是谁 对吧 我最后想明白了 是潘月明 你想对吧 白夜追凶的一人分手两拳 总有一个沙包是他 对不对 老戏骨也是潘月明 沙包也是潘月明 咱们那个这都开玩笑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视圈的小鲜肉这个现象啊 无伤大雅 对不对 你想啊 现在这老戏骨啊 对着沙袋能演 对着绿木能演 对着空气还能演 这老戏骨越演越精 对不对 如果都能练成潘月明老是这样 那都不需要对手戏 那影视圈也不需要小鲜肉了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吐槽元老池子 对手 其实我觉得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你肚子饿不喝 我出碗面给你吃 什么年代了还不快乐还 还是面 你不快乐你看快手对吧 快手多快乐对吧 大家好我是池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对不对 哎呀邵刚又主拐了 第一次崴脚对吧 我们信 老人嘛对吧 摔个脚崴个脚的 腿脚不好 你短短一个月啊 分别把两只脚都崴到 你这你让我们怎么相信 对不对 你那还是巧合吗 你这俩脚八字不合呀 我们节目组啊一直对外说 我们这节目啊 分寸拿捏的特别好 嘉宾就没有生气 你让人家怎么信 天天主管 然后说新姐啊 新姐 当年啊你们都不知道 他拿过闪亮星主播的亚军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们知道冠军是谁吗 对吧 你都输给杜凯涛 你们比的是啥呀 摔跤啊 对吧 那再话说回来啊 新姐那主持功力 确实是没得说啊 你就是字面意思 确实是没得说啊 就是跨大本营对吧 那么多主持人 海涛呢站在最外边 你站的还比他口 录节目时候 你是不是都在棚外边玩 有一次录节目啊 录节目导演忽然发现 这吴欣怎么在观众心 就问吴欣怎么回事 吴欣就生气 哼 我就看没有我 你们能不能录 导演呢 傻孩子 我们都录完了 就是说林雪大哥啊 林雪大哥啊 林雪大哥特别可爱啊 是金牌配角 金牌配角 好的演员呢就是这样 你可能记不住 他演过电影的名字什么的 但是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对吧 就比如说那个功夫里面 演那个黑 叫 比如说那个是黑社会里面 演了一个警 比如说解救吴先生 对吧 里面演了一个 对就是说深入人心啊 经常在那个黑帮那种港片里面 看到林雪老师啊 但是谁也想不到啊 他是在天津出生的啊 15岁才去香港 移居香港 我觉得这个决定很关键 你想 你要是说天津话 那怎么演黑帮 那大哥说话 见家门可不想好人呢 那林雪在旁边 咱得弄死他呀 对不对 这就不行 不严肃 那要当初梁朝伟站在天台上 如果说的是一句 对不住了您呢 我是个警察 哈哈哈 夏凌姐也不能嫁给他呀 对不对 这个很过分啊 这是说马景涛老师 马景涛老师 据说有马景涛老师的剧组 都有正骨的医生 因为他动作大 对不对 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对吧 咳 胳膊就掉了 就脱臼了 对不对脱臼了 所以说经常啊 跟他对戏的女演员 都会请武术提神 接下来说佳凌姐啊 佳凌姐是跟那个 咱们梁朝伟特别的恩爱啊 特别心疼梁朝伟 有一次 梁朝伟在拍那个 《阿飞正传》的时候 有一次难受 一回家开始哭 边哭边拖地 然后那个佳凌姐就心疼她呀 打电话就骂王家伟 你怎么回事 我觉得佳凌姐 你要是真心疼她 就别让她拖地了呗 她为什么哭你还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堂堂一个影帝啊 拿那么多讲 回家拖地 哥谁谁不哭 对不对 哥我都得哭 然后再说佳凌姐 其实特别会投资 特别会投资 当年啊 赚的第一笔钱 在香港买了一栋楼 你们听听 为啥人家赚的第一笔钱 就能买一栋楼 而小冬老师赚的第一笔钱 买的就是裤子 接着说佳凌姐呢 才是代言过很多的美妆产品啊 各种东西啊 什么紧致啊 提升喷喷喷什么 这有什么就是 这个广告很简单 对吧 我也能对吧 英术法国 送入晚安面膜 对吧 睡前涂一涂 带给你高级SPA的感觉 让你睡眠中做SPA 喷喷喷 很简单对不对 一个广告做完了 接下来佳凌姐呢 代言过很多东西啊 很多东西 佳凌姐 你们看过佳凌姐的广告吧 代言过很多东西啊 没什么合格的啊 真的 就是她身体真好啊 硬朗啊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对吧 绕开了所有合格产品 人民的质检员啊 要说代言代言的东西出问题 我觉得也不能全怪佳凌姐 对吧 因为明星代言产品 她也不知道自己代言东西的好坏 就比如说洗发水 当时佳凌姐代言洗发水的时候 那也是带着假发洗的呀 不能知道好坏吗 对不对 听说好有一件事啊 好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程璐说过 佳凌姐和王菲两个人喝茶 面对面坐着 彼此45分钟不说话 我想征受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明星啊 咖位到了就戴墨镜 对吧 咖位越高呢墨镜越黑 像佳凌姐和王菲这样的 那墨镜基本上不透明 什么都看不见 对不对 俩人往那一坐 谁也看不见对方 喝完茶了一摘眼镜 才发现 哟 借不死王菲吗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到你了别着急 有请吃的 你看我的眼镜 眼镜也有了啊 这大肠袍子也有了 我做的东西 大概是一个位置 这儿做多少人啊 你这样 你照这个头型剪了 越像越好 就这个寸发的感觉 这种刚出狱的感觉啊 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 他这个发现是圆 一定要圆 你傻没事 越像越好 嗯就是那样的 对对点就行了 等一下 嗯那不这样啊 变老师 设计蛋总不在 麻烦您当下蛋总的代理策划的人 来 哎呀你瞧瞧啊 多好啊 大语说话 哎呀我去你 哎啊这今天什么建国 我知道你这次当策划人 我把衣服给你试好了 这没问题 你就穿上去就是策划人 我还没眼镜什么 戴上去你就是策划人 我现在上台了啊 你去策划人 你去吧去吧 加油啊 你这这这我自己死养了 你这眼睛哪这么圆呢 这眼睛哪这么圆呢 大家好我是池子 哎呀今天我们脱口大会这么多期了啊 大家观众也都知道啊 谁能验得过我们张上岗老师 对吧 今天陈志鹏来了 张老师输得体无万福啊 啊 哈哈哈 你看看人家这色彩 看看人家这搭配 看看人家这搭配 看不下去 哈哈哈 对吧 你看这就上帝打翻了调色盘 全撒你身上了是吧 哈哈哈 啊 就是说乔山啊 乔山我以前 就是上前前几天啊 就刚见过乔山老师 真的 有一次一个领奖的活动啊 很多个嘉宾 在一群嘉宾中 他特别的不一样啊 很显眼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吧 穿着浴袍 什么时候 哈哈哈 很突兀啊 什么时候 其实乔山本来不想参加我们这节目啊 觉得这不太好什么的 不够他的咖位什么的啊 但是看嘉宾名单啊 一看有池子 还以为是道骏 哈哈哈 哈哈哈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啊 哈哈哈 来到现场啊 一看陈志鹏 哇 穿的这么不正经 肯定不是个正经节目 哈哈哈 上上家问我呢 哎 其实厂子热不热呀 我说厂子挺热的啊 对吧 挺热的 他说热了好热了好搓呀 哈哈哈 接着说 说高进老师啊 高进老师 之前建国啊 跟我推荐高进老师的歌曲 说我们不一样这首歌 说这首歌特别好听 我一听震龙发聩 余音绕梁 我脑里回荡啊 回荡 我就想这么好听吗 我听了一下啊 那首歌就不就这样吧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每个人 那是回荡嘛 那就回声好不好 哈哈哈 什么很简单的科技 对不对 我也能来对吧 建国 建国 你真帅 你真帅 哈哈哈 这是什么才艺 哈哈哈 这营造一种很好听的感觉 假的啊 都是假的 这很多人说啊 他这首歌曲啊 俗啊 特别吐什么的 但是其实很多歌曲啊 高进老师没有参加编曲 没有参加演唱 他就是填词 对不对 你仔细想一下 是不是词最吐 哈哈哈 还有作曲 对 也有 那曲子也吐啊 就是高进的歌词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上次啊 王建国喝多了 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吧 就吐之前啊 就跟我那儿 还撑胸到地的对吧 感觉高进老师在旁边录音笔录下来了 哈哈哈 对吧 他在旁边喝多了 所以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 就咱不一样 咱每个人都不让他敬语啊 哈哈哈 对吧 就像一杯酒啊 就像一首老歌 我就是你老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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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很像 啊 高进在2017年 开始了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啊 在北京广州成功举办之后呢 结束了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哈哈哈 哈哈哈 世界那么大 你出去走走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对吧 我觉得你但凡你出个国子 回来那肯定不一样 那歌肯定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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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办法 哈哈哈 这很 很不一样 R&B的感觉出来了 其实在说我们快的兄弟 快的兄弟 人家这组合名字确实起得好 对不对 一根筷子 咔就折了 两根筷子 咔咔 很有节奏感 小杨老师曾经劝王台丽 演一些女性角色 王台丽人家拒绝 人家不愿意演 小杨还生气 就跟汉女似的 为你好你不演 为你好你咋不演呢 真是老让人演 人家不愿意 非常人演 小杨非常人演 就现在你看 好了吧 王台丽演上瘾了 再也没演过男的 曾经拍老男孩的时候 这个小杨老师 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都投入进去了 但资金还是不太够 明显不太够 有一次正拍着呢 正录着呢 制片就来了 导演导演 咱们这个如果资金 再给不到的话 中午的盒饭 可能会没有菜 小杨当时就急了 别说了 这张卡拿着 再怎么着 不能够的兄弟们 这制片也很尴尬 说 导演 你这个心意我都领了 可你这张64G的存储卡 有什么用啊 骗谁呢 快子兄弟 快子兄弟在全美音乐奖上 那也是获了奖的 确实获了奖 年度国际歌曲奖 很多人回啊 他们快子兄弟啊 去全美音乐界领奖的时候 假唱 你就别说假唱 他讲都是假的 对不对 他假唱就是转移你们注意力呢 什么时候唱啊 广告时间唱 对不对 也不播 只要给钱 你们爱干嘛干嘛 对吧 你别说唱小苹果了 你就吃小苹果也行 大家都知道那个 肖阳老师刚才前面说过啊 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啊 我们这个卡姆呢 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卡姆啊 你或许不能选择 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你一定不要成为 自己讨厌的那样的人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戴墨镜的池子 今天咱特意义势力 来 随便测 来 看得清吗 这个 这个 看不清吗 这个视力有问题了 怎么往上一个呢 这个看得清吗 这个让他 这还要这个视力 那最上面这看得清吗 这个 完了 你这个视力退化太严重了 护士 毛护士 对对对 这眼睛不行 视力不行 再给我换一个 退走退走退走 你给我换一个字 你不是 不是视力谁认的 什么呀 这不是不认的问题 这不认的 就是不认的 比方先生主要炸弹船 这真是你的问题 看得见吗 看得见 摔着啊 大家好 我是陈子 那不是毛不易粉丝吗 怎么回事 最后一期了 非常的开心 非常开心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跟以前的形象不太一样 戴上了墨镜 我其实前两天 就是眼睛发言 写稿 发言 肿了 我这都 都好了 好了 全愈了 全愈了 今天先说 先说毛不易 毛不易 我特别喜欢毛不易 真的 因为我跟李诞 恰好参与过一个 直播他们比赛的节目 可以说是 我是看着他夺冠的 真的真的 他每期比赛 我们都看 每到他出场呢 我俩骂街的声音 就弱下来了 这仔细听 仔细听对吧 他那个比赛 我们一直陪着他 他夺冠的时候呢 我俩节目已经被停了 不后悔 值了 值了啊 他可能不知道毛不易 以前确实是学医的 学医太辛苦了 你看个孩子逼的 只能走上偶像这套道路 就是说 王正亮 亮哥啊 我感觉 他呢 他这个 你看是戴近视镜 他戴上老花镜 就是汪峰一样 07年 07年快乐男生 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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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意思天天说 对不对 但也不是人家说的 就是我们 称呼我们说 对吧 咱们只能这么介绍 要不然你怎么说 接下来我们有请 时间守护神 王正亮 对吧 不合适 对不对 亮哥 你知道你为啥 你快乐男生 你第十名吗 对吧 你不快乐呀 对不对 你天天唱的是啥 那时间都去哪了 那人家那阿青春活了 那苏醒后才打架那种 对不对 人家 人家是快乐男生 你是悲伤男孩 我觉得 我觉得王哥 你的唱那种 时间都去哪 你就是闲得没事干 你要真正有工作 你都就知道 时间去哪了 对不对 人家张亮影 对吧 时间都在录歌 那毛不易的时间 都在录歌 那陶晶莹的时间 再道歉 陶子姐确实是很爱道歉 很爱道歉 你在百度搜索 陶晶莹道歉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 你打完陶晶莹三个字 第一个词条是 陶晶莹滚出娱乐圈 忽然激动了起来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 它是那个自动联想 那种猜你喜欢那种功能 陶晶莹道歉 给湖南台道歉 给周杰伦道歉 给范冰冰什么道歉 谁红给谁道歉 我觉得你真是 你这个时候张亮要给你道歉 对不起 实在是 当年我家小灵通欠费了 没给你投降 你得第三名 对不起了 陶晶莹 涛子姐 我这个哽咽怎么样 哽咽的感觉 演员的诞生 接下来 接下来 袁维仁老师 袁维仁这个名字 听起来 像是进化论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我见到 袁维仁老师真人 我感觉又回去了感觉 我就是很狂野 接下来是张亮颖 小时候我真的是喜欢 听张亮颖的歌曲 还是小孩 这确实是吗 对 活了二十多年了 就是你知道 小时候小孩也不懂 就喜欢学那种海豚音 就叫给我爸吓的呀 都不认识我爷爷了 就真的特别喜欢学 当时张亮颖 看那个视频 求婚的事 大家都知道吧 对吧 这求婚很别致 别人求婚是 男方单膝跪地什么的 他这是张亮颖演唱会 突然就说 如果现在想去 我就站上来 粉丝都吓傻了 还以为福利环节呢 好几千人往上冲啊 冲啊 这保安就使劲拦 全给拦下来了 哎呀 连冯柯都给拦下来了 冯柯就说 你让我过去 张亮颖我女朋友 是是是都这么说 往后退啊 往后退 这环节可以啊 而且张亮颖呢 结婚的时候啊 是王正亮担任私仪 王哥你这傻伙都接 没钱了 你能接吗 对吧 你还记得 王正亮就开始主持 还记得第一次 见到亮颖是 在一个酒吧里 这么长时间 时间都去哪 让张亮几眼了 你给我出去 结婚在干什么 张亮颖 张亮颖说话 张亮第一次 我见到我的另一半 我才十八岁 他陪了我十二年 十二年的时间 时间都去 最后到婚礼试词 到婚礼试词 你们能否经得起 自己生活的考验 时间的最后 把房正亮给我安住了 谢谢大家 我吃的